習慣性遲到這件事情 是有一些心理學家 其實是有給這樣的症狀一個名詞 其實客觀上一分鐘就是60秒 但有一些人他可能主觀感受上是57 58秒 有一些人主觀感受上是77 78秒 這麼大的差距你就知道 10分鐘會差多少了 把生活想成是讓心靈更舒適 歡迎收看 Ariel聊心室 哈囉大家好我是Ariel 這一集呢來跟大家談談啊 有沒有大家約好朋友出門 遲遲卻等不到人 或是呢公司中總是有那個玩了一步 總是愛遲到的那一個人 這一集呢 Ariel聊心室就跟大家來談一談 這個愛遲到背後的心理狀態到底是什麼 有沒有什麼人格特質導致 給大家一些經驗來拿回時間管理的能力 什麼樣才符合習慣性遲到呢 習慣性遲到這件事情 其實在目前的醫學診斷上DSM-5 其實是沒有提出一個診斷準則的 可是有一些心理學家 其實是有給這樣的症狀一個名詞 叫Time blindness 時盲症 你無法準確判斷你做一件事情 需要多久時間 甚至你對於時間的流逝 掌握度不佳 其實客觀上一分鐘就是60秒 但有一些人他可能主觀感受上是57 58秒 有一些人主觀感受上是77 78秒 這麼大的差距你就知道10分鐘會差多少了 怎麼樣的特徵算 生活工作人機都對你造成影響了 這就蠻嚴重的了 那究竟這個愛遲到心理的人 可能又有什麼人格特質導致呢 這邊跟大家分享第一個可能是完美主義 他出門之前總是要方方面面的打扮好 比如說他因為很完美的覺得要30分鐘出門才來得及 因為路況總是有很多不確定性 但是他在前一分鐘可能會想說 啊!又想到一個東西應該帶衛生紙 啊!又想到帶酒精 啊!今天穿這個春季色彩我應該要換什麼鞋 最後的一分鐘都被他搞了10分鐘都弄不完了 所以他最後就遲到了 第二個呢是我們壓線的壓迫感 這個被daylight追著跑的狀態下 其實我們非常容易身體那時候會大量產生正腎上腺素 那這個東西就會讓我們進入一個降雨潮的狀況 就會非常非常緊張非常非常high 有些人就很喜歡那樣的刺激感 這個壓線的狀態對我們心理來說 某個程度就很像是一種快感 你會很沉浸在那一種快要來不及 但你最後其實你有感到 你就會覺得哼!我是做到了嗎? 你就有一種爽感 第三個挑戰權威 你越叫我這樣說我就不要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經驗 就是跟小孩子說欸不要碰那個 他就更想碰 類似這樣的經驗 然後跟你說要準時 你就會覺得哼! 因為你就是在被動攻擊你不喜歡的權威 第四個呢是你自認為大腦可以一心多有 我可以多工處理 很不好意思Ariel在這邊要跟大家講一件事 一心多用的時候 你知道你的腦都是沒有開機的嗎? 其實我們的大腦就是只能做一件事 因為大腦為了節省認知資源 他只能把其他你已經做過很熟悉的事 開啟自動導航模式 你只能專注在你比較陌生的事 一心多用不存在 第五點最後一點呢 可能是因為先天的一些大腦的問題了 ADHD 注意力不集中的過動症 或者是ASD自避症 他們會比較容易有時間扭曲的狀態 對於時間的掌控度不佳 最後呢我們要怎麼改善這樣的現象 以旁觀者的方式去具體列出詳細的路程規劃 你不覺得你在看電影的時候 你腦袋都特別清楚嗎? 你在追劇的時候 今天主角發生什麼事 或者是他有什麼想法 你都比他還清楚 你就會覺得他怎麼可以這樣? 他這樣不行吧? 大家變成第三者的時候 腦袋都特別清楚 所以比如說Ariel要出門 我從上帝四角看Ariel知道 Ariel今天要去這個地方 我需要多久的時間 你成為他的導遊 為你自己的人生做一個新的規劃 那如果你是沒有這樣的人 我們要怎麼幫助他們呢? 其實我覺得標籤話必須先拿掉 因為心理學上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叫做自我驗證預言 當我們一直想著這個人會這樣 不管正確與否 他最後就會變成那樣 講白話文就是 你認為他愛遲到 他最後就會愛遲到 你今天開始覺得 他可能不會遲到 他可能就不會遲到 當你不要把愛遲到的標籤 往他身上丟的時候 也許他是真的有理由的 甚至被你關心這個理由之後 他下次可能會設法避免 可能下次這樣的風險就會下降 最後如果看這支影片的你 你本身就有這樣的狀態 你可能要釐清 遲到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沒有釐清 我們無法對症下藥 那釐清之後 你就能一步一步的改善 具體的找到方法 那如果釐清之後 你還是產生新的困鈍 你想到生活人際工作了 已經好多層面 都對你造成很負面的影響 你已經不想要生活長成這樣 你就可以到身心科 或是心理諮商 去跟醫生或心理師談一談 進一步就可以找到改善方法 以上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囉 掰掰 有騎車開車聽音樂的經驗嘛 其實很多時候你在開車騎車的時候 你已經沒在看了 你是自動化回家的 就是你突然發現 欸我家到了 你不覺得很恐怖嗎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 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哦